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梁表示将透过追加减预算 在下半年规划举办基隆寿司大赛 结合基隆的海鲜优势 进而发展寿司产业 打造观光亮点提升在地就业 基隆好贵 食材如何 食材新鲜 我跟各位报告 食材新鲜是基隆最大的优势 因为你食材不新鲜 再贵都没有用 然而你食材新鲜 平价餐厅 也可以享受到最高级的待遇 因为它食材新鲜嘛 这个海鲜一不新鲜 那不是开玩笑的 食材跟我们在第一线就是产地 就是给予基隆最大的一个竞争优势 这个竞争优势是台北台中比不来的 因为台北甚至台中的新鲜的好的寿司餐点 其实也是我们基隆来的 所以我们基隆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向去思考 然后让我们变成一个寿司城市 基隆市长谢果良今天特别到东岸广场的寿司店外围 进行一次正式的宣示 将透过追加减预算 在下半年举办一场基隆寿司大赛 他希望能够大力来推动寿司的产业发展观光 也带动在地的就业 那首先先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基隆即将举办基隆的最佳寿司大赛 那我相信这个我不敢说是唯一 我相信也是首创的在基隆举办 有规模的一个寿司竞赛跟比赛 那我顺便也要透过这样子一个比赛 要开始扶持寿司餐厅这样子一个产业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 就是一个海鲜余货量相当丰沛的城市 所以我们是第一线靠产地 最近这个是基隆原有的竞争力 然而我们过去以海鲜为主的这个餐饮业 主要就是以海鲜餐厅捉菜为主 可是近年来不论是小家庭或是老饕 甚至有很多企业主对于寿司都相当的青睐 因为寿司本身它比较清淡 而且比较不容易发胖 然后很新鲜 新鲜的寿司其实会吸引很多国内外的韬客 到日本去就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说基隆除了是一个海鲜城市以外 基隆未来也要变成一个寿司城市 市长谢果良在现场品尝美味的寿司 同时也强调寿司大赛会进行分组 重点就是要把基隆在地的食材 带进这个比赛里面 透过比赛来提升基隆产业的质量 就是打造一个专区 可是现在我来看 除了这个专区未来可以有待评估以外 我们现在是要遍地开花 把基隆市 像基隆市是不是到处都有好吃的小吃 也不是只有庙口才有 所以打造庙口 就好像您刚刚讲的 打造 哇你看这鸭好吃的都来了 那但是我们其实也是要 那其实我们也是要打造这个特色的以外 但是也要遍地开花 没关系就要摆着让大家看 对对对谢谢 我们现在就是要 要遍地开花 然后让这个各式各样的店都进来 可以专区也需要 遍地开花也需要 我个人的观点 寿司餐厅分三种 一种就是我们在地的 有特色的 大家所了解到 但基隆才知道 第二个就是连锁的 我们现在看到有连锁的 已经有几家 而且正在增加当中 另外就是 算是全国知名 台湾独特有 但是在基隆还没有的这些店 但还没有到日本跟台湾全国连锁这种 就是在台北有一些特色的 我们有跟他们洽谈过 有一些甚至基隆子弟出身 但是做的在台北做的非常好 他们有很多也希望回到基隆 他们自己的家乡来开业 所以就这个部分 三种 一种在地的 一种是台北或者台中经营的非常好 但是还是台湾特有 一种就是亚洲或者是日本连锁到台湾来开社 这三类我们都要来争取 因为观光发展是基隆 除了我想要做的这个科学园区就业以外 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策略 观光也还是基隆主要的产业策略 尤其在市区港区这部分 所以发展一个寿司的特色 我认为对于观光一定有帮助 那当然对于就业也是会有 我们希望我刚刚讲的三类的这个餐厅都能够开得越多 然后呢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办一个这个寿司的这个比赛 然后都可以成为全国最关注的这个 一种这种美食的一个竞赛 因为大家都了解在台北有一些 被是牛肉面节已经获得了全国的青睐 那我就希望未来在基隆寿司比赛 也能够得到一样的全国关注度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为了迎接友轮观光客 基隆一定要有特殊的亮点 让外地游客留在基隆 寿司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加上基隆的海鲜食材闻名全台 这个核心的优势 相信能够吸引更多外地游客 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国民党基隆市新住民工作委员会 主委赵玉珍 及执行长金佩玲 特地带领以陆佩为主的新住民团体 拜会小爱爸爸谢国良 市长认真听取新住民的意见 并指示纵发处长林立禅 追踪相关建议的进度 正顾好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住民好朋友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先来个温馨的拥抱 再亲自贴心的逐一握手 欢迎来访的新住民团体好朋友们 这是由国民党基隆市新住民工作 委员会主委赵玉珍 以及执行长金佩玲 特地带领以陆佩为主的新住民团体 拜会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谢国良也在中发处长社会处副处长 以及教育处和民政处科长等 有相关新住民业务单位人员陪同下 认真听取新住民们的建议 并且指示有一个可爱外号 蝉宝宝的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禅 追踪相关建议的进度 照顾好来自不同国家 而现在都是中华民国国民的新住民好朋友们 很开心新住民的姐妹代表们 今天来市府看小爱爸爸跟蝉宝宝林立禅处长 那我们今天提到了有关于活动空间的问题 然后有谈到讯息如何更直接的能够沟通传达的问题 也有谈到未来的一些基隆市的观光景点的一些公益导览 这些都非常的有意义 未来我也会请我们重发处林立禅处长 来固定的追踪这些工作的进度 那我们希望这些新住民姐妹 其实都是把家庭孩子照顾得非常好 非常有能力的一群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希望借重他们的力量 让未来在观光上在文化上 甚至他们今天也提出了希望在中原季 能够增加一个他们自己的花车 我都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那我们会请林立禅处长跟我们 包括社会处文化局等教育处等的同仁 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工作的进度 双方交换完意见后 新住民朋友都急着和小爱爸爸谢国良拍照 小爱爸爸也展现亲和力和大家 大家个别以及团体合影留念之外 也致赠应由小爱爸爸 以及女儿小爱充满可爱温馨动漫风格 装有口罩等纪念品的提袋 送给来访的新住民朋友们 让新住民好朋友们都超开心 也感受到小爱爸爸谢国良市长的温暖和关心 土耳其发生大地震 让台湾的民众感到心疼 不计是让钢琴家许哲成 利用自己的专长在东岸广场 以快善的方式当场演奏 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借由音乐为土耳其居民祈福 同时也鼓励台湾人多伸出援手帮忙 国际知名市长钢琴家许哲成 现身在金融段商场 当场演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希望为土国人民加油打气 然后呢更加希望用这首曲子 来让土耳其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能够听到的话 也能够在心目中带来叛望 能够让他们快速的重建家园 远离地震的噩梦 许哲成用快散方式 在东岸商场一连演奏多首钢琴曲 让民众感动到哽咽 就很感动 眼眶就要流出啊 他不是一般人 大比我们的男人还强 这一次是很难得的机会 非常感动 出身金融的盲眼钢琴家许哲成 今年39岁 13岁获得国际声帐青年钢琴家首奖 还收邀到世界各地演出 最近几次用快散方式 在东岸商场演奏获得民众欢迎 其实我觉得在公共场合弹钢琴 比在舞台上还要自在 因为公共场合就是感觉上 跟大家是零距离的 虽然大家是走来走去移动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彼此都是很轻松 都不需要就是很严肃的这样聆听音乐 像在音乐厅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公共场合弹钢琴 我觉得无论是路人或者是我们演奏的人 都很自在 像许多台湾人一样用自解方式帮助土耳其 许哲成用最爱的音乐 对世界伸出拥抱的关怀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有民众到金融一间便当店 买三杯鸡便当 回家发现这个配菜的豆干出现了黑色的斑点 看起来就像发明发文控诉业者 事后业者回应是茄子上的花青素 染色到豆干上了 事隔一天贴文者就向店家道歉了 贴文表示愿意捐50个便当给弱势民众 而店家为表示负责也加码100个便当 并呼吁民众在发文前一定要理性讨论 民众发文控诉 这月15日到安乐区某便当店买了三杯鸡便当 点了一个豆干当配菜 却发现有黑色的斑点认为是发霉 恶心到爆 批评业者拿消费者肚子在开玩笑 不过业者看到贴文 立即查证 发现是因为豆干和茄子放在一起 才会出现染色情况 而当事人说知道发霉豆干 表示要将便当送到卫生局化验 一开始看到会 那你会问一下店家这是什么样吗 不会但是我不会点 因为茄子有那个 有一点那个皮的那个绿色 原来便当店光是主菜配菜 就将近有40样 都是前台四位员工帮忙夹菜 疑似是前一位客人 点了茄子 后来用同一个夹子夹了豆干 才会出现染色情况 但是在网络上看到之后 第一时间像店家跟仓库还有厂商反应 有没有豆制品坏掉的问题 后来发现并没有这件事情 只是单纯的因为茄子染色到豆干上 看起来似乎是有点坏掉的预誉 只是观感不佳 但卫生上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看到我们有私下跟这个PO文哲的联系 但他的态度稍微比较强硬一点 比较没有办法理性的共通 所以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 对他有一些执行法律上的帮助 这样子 那以营养师的一个角度 其实茄子确实是富含花青素的 而这样的一个花青素 不管是经过高温的油炸 或者是说长时间的泡水都会溶出 花青素本身是水溶性的 所以他很容易释出这样的一个颜色 来沾染到其他的食物 那在豆干上看起来就确实会有点像是发霉 那其实民众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分辨 那豆干如果发霉了 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酸败的味道 那甚至会有白色的液体 黏液 那这样的状况就确实是发霉的情形 不过贴文民众没有经过查证 就贴出照片公审店家 引起了店家不满 将采取法律途径 而案情一天之后有最新的进展 贴文的当事人急忙贴出了道歉启示 表示愿意捐出50个便当 帮助弱势 而便当店也表示将不追究 同时加码100个便当 希望用负责的态度 来看待这件豆干染色风波 记者黄绍鸣就用报道 吉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融市议员郑文庭 接到文昌里民的陈启 希望改善道路的人行斑马线 让弱势长者的行更安全 画面上是台铁基隆站附近的人爱区文昌里 施议员郑文庭 关心这里的行人通行安全 特别跟文昌里里长王明清 及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里民很多欢迎就是 这些车按这个南站 开来我们这家里民会堂 还有桥下那些要下来 当时都经常发生收货 都去弄的人还是怎样 所以说尽量看能不能让它减速 慢行这样晒过来 不要一车开很快的加速 因为在头前那是停 结果晒过来 都加速晒过来都会去弄的人 希望可以改进 感谢我们郑议员这边来会刊 让我们这家里民 他们所说的心声 来会刊的单位 我们邀请到交通处跟交通大队 那现场看过之后 我们大家共同的看法 就是说 因为现场的人行道 似乎应该有往前移到路口 这个地方的必要 让整个路口比较完整 那也让这个斑马县确实的 在路口发挥它减速的这一个功效 那同时呢 在斑马县后 一直到我们这个文昌里民活动前 这边请交通处来 划设这个慢制的这样的一个 减速这个号制 让我们的这个驾驶人 他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 知道要减速慢行 因为里民活动中心这边 经常出路的都是我们的长者 那他们移动也比较慢 那如果车速过快的话 确实是会发生交通上的一个意外 郑文廷议员强调 这边通行的民众大多是老弱富儒 他认为交通规划与配套要以人为本 这才是城市交通管理的重要核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公务处长陈耀川 近日专程带领科长们 拜访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张耿辉要求公务处要赶快建立 紧急处理机制 各管线主管单位接到反应后 要赶快处理 维护民众的安全 也减少资源的浪费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 近日专程带领科长 拜访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张耿辉非常关心自来水 以及瓦斯等管线意外爆管后 必须找得到人紧急处理的问题 要求公务处要赶快建立 紧急处理机制 要求各管线主管单位 接到反应后 就赶快处理 发生不久的 我们的瓦斯管线 出的破裂 然后也没有瓦斯外线 有一些违昂问题 所幸因为不幸中的大幸 也没有重大的意外事情发生 那从这事件也可以凸显过 我们共同管线的 未来整个 在紧急联络网上 包含了管线的 旧管线的 台湾问题 还有在共同广建开挖的时候 务必也 请各单位 公民事业单位 一定务必要细心的 小心的开挖 然后有整个配置组 最好能够 让我们相关单位要了解 不然一开挖下去 才发现这个是瓦斯管 这个是水管 这个是什么管 我相信这个都是市民不愿意 公务处长 陈耀川也回应表示 近期就会召开管线 专案会议 研议建立管线单位 紧急处理机制 我们会邀请相关的管线单位 一起来开会 针对他们现场的一个 SOP的部分 紧急应变计划 还有紧急联络人的这个机制 我们一定会在当天 会请他们 就是协调出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晚上的机制 把这些相关的一个文件 都把它做一个 好的一个改善 张耿辉强调像是最常见的 自癌水管线爆管后 流失大量自癌水 有时反应后也是好几天 没有人来处理 因此市政府公务处 要建立管线紧急处理机制 有其必要性 来维护民众安全 也减少资源浪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和一路于是大街 假日吸引了不少人潮 但因为店家这一侧 没有排水设施 导致养殖海水 直接溢流到路面 造成观光客的观感不佳 基隆市议员许瑞慈邀及 市府单位会刊 研议150公尺店家门口 设置排水沟 改善养殖海水 溢流路面的问题 基隆和平岛渔士大街 商家忙着整理缸 捕捞上岸的渔货 但因为地面出现了高低差 加上店家这一侧 没有排水沟 导致店家渔货保鲜海水 容易溢流到路面 造成观光客困扰 不是我们不改善的问题 只是说这个水要排哪里 因为太久了 你没有一个排水系统出来的话 从餐厅到我们卖场都有 实际到海鲜摊位前来看 少部分店家有设置排水系统 可以自行回收海水 不过多数店家和海鲜餐厅 抽取保鲜海水 就直接排到路面 你在没有水沟 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必须会 活的东西下车 这里可以留 这边你没办法 听说会喷到客人 喷到客栏树 我们也是 无能为力 不想这样做 那你活的货回来 要借 必须有水 我们也没办法 加大海鱼 那边这个鱼寺大街 这个路面 上面又高 他们卖鱼这边比较高 靠海这边比较低 水都往 水都往下流了 对不对 你有水的话 你这车子 怎么经过都会 鱼寺大街 每到假日 外地来游客相当多 但地面经常 是大大景象 观感不佳 金融市议员许瑞池 邀请了市府相关单位会刊 研议设置排水沟 那不管是民众 还是公车这边 都有向我们澄清 因为其实我们和平岛 整个光光蓝带的一个发展 其实海鲜这一块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样的一个 这个鱼市场其实也已经33年之久 但是呢 因为我们要喂有新鲜的海鲜 那当然是要用活水去养殖 那这个活水到时候 就是排放的问题呢 这附近其实 没有相关的一个 排水设施跟水沟 来解决这个排水的状态 所以这些水呢 其实就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路面 也会影响行人 也会影响我们整个 鱼市场的一个观感 那这样子的排水状态呢 我们刚刚会看结果 是希望在这个红线以内呢 大概设置一个 一尺寬的一个排水沟 因为这个排水的部分 还是需要解决 那相关单位呢 我会请民政处区公所这边 来做相关的评估之后 那经费的部分 我再来想办法尽力去做争取 那后续这个水沟的一个疏通 跟维护呢 也是希望地方自治这边 能够自行来去做负责 那因为里长在地方观察很久 也有反应了 所以今天会看最主要是目的 是在这个 在这道路跟这个边 能够做一个类似的解水沟 把一些东西能够解水 然后不要造成路面的污染 那我们后续大概 我先找公司来评估大概 长度来经费和多少钱 只要邀请相关单位 包含后续的事工 发包还有管理单位 不能再做确定后 再来试中 后续再改善这个环境 渔市大街历史悠久 临近和平岛 采买海鲜 停车方便 用餐人潮更是不少 这次会希望市府协助做好 排水设施 才能够带动人潮 发展观光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道 针对9026通勤族尖峰时段 上不了车的问题 市长谢国梁相当关心 指派交通处长王俊宏 在下班尖峰时段 再度到南港展览馆 了解旅客书运的状况 福和客运副总谢炳汉 也到场指挥调度 好那各位市民好朋友 现在是晚上大概6点左右 那我们跟台北监理所 以及福和客运的业者 都来这边了解 搭乘9026乘客的状况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输运是非常的顺畅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福和客运 业者的一个配合 让我们市民好朋友 能很快速的一个回家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 代表市长谢国梁 在昨天晚上下班尖峰时段 到南港展览馆站 了解9026通勤族搭车的情况 台北市区监理所人员 也到场观察车班 福和客运副总谢炳汉 昨晚也在现场指挥调度 一度让现场的后车停清空 快速疏解等车人潮 交通处长王俊宏 感谢福和客运的积极调度 也在现场问候关心通勤族 了解他们的心声 我们都是从基隆到台北上班的 那有可能如果说八点半以前 要到的通勤族 一定有可能以前 可能六点多就要出门 所以我觉得六点多到七点 是很需要加班的 然后之前因为这个班次 他之前是公告说 会有五分钟一班 但是觉得应该是没有 就五六分钟一班 感受应该是没有 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延班 或者是过站不停 就是最近 最近蛮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下班这个会容易上不住吗 下班其实也蛮容易的 因为之前其实排到那边 都还蛮常发生的 就是这样一路这样绕的后面 排个三四十分钟都是有过的 交通处长王最宏表示 在积极与台北市区间理所 与符合客运业者协调下 业者承诺上午尖峰会 机动性增开班车 下午尖峰时刻也在延长一小时 到晚上九点 以符合市民通勤需求 有关市民朋友非常关心 我们9026一个路线调整的部分 那首先在上午从我们基隆 尖峰出发的一个班次的部分 我们与业者协调 会激动来调整 例如说我们今天就增加了两个班次 那也顺利输赢我们基隆端上班的一个旅客 那再来是回程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在南港转运站 晚上下午尖峰 原则上原先是到八点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 在南港转运站我们会延到九点发车 就是让更多比较深夜回来的市民好朋友 有更好的一个乘车环境 那假日的部分 9026所有的一个车次 全速会进到南港转运站 以方便我们市民好朋友在假日 搭乘所谓的一个高铁 或是相关的台铁捷运等运具 更方便的一个旅运的一个顺畅 市政府表示 会积极与9026业者协调沟通 根据通勤族的需求随时修正 让通勤族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